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快速去上手一项新的技术 并且我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做分享 然后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聊聊我自己 那我目前的话是在教大志工念硕士 然后就是从大学开始也有参与一些开源社群 像是开源人年会学生计算经年会 还有Google开发者社群的DevFest 我都有去分享过 然后去年的话也是有帮CostCop去做官网维护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是之前我自己去学DevFest 的时候因为有写文件所以有当社群管理员 虽然现在那个社群好像有一点荒废掉 然后目前我也是今年度Google DSC交大社群的领导 然后个人很喜欢在就是有空的时候整理一些学习笔记 然后每年到那个IT帮忙完铁人赛的时候我就会通通拿去阐赛 所以算是IT帮铁人赛的老鸟这样子 那今天会谈的主题大概就是三项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学习路径就是我的经验 然后第二个是我是如何快速上手一门技术 然后第三个是作业系统的理论跟实作 然后最后才是我的个人推广这样 那首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路径 那我的背景就是我大学是念电子系的 然后我大一手还蛮问的 我的那个全学年的GPA我记得是2.4吗 就是非常低 然后最一开始我会 因为电子系比较不会去碰程式员 那我最开始入门我是从PHP开始学的 那那时候学PHP其实只是就是暑假去实习嘛 然后想说自己简单做一些宣传来当练习 然后后来我又跑去碰VueJS 就自己学觉得还蛮好玩 可以来做一些毕业专题的网站 然后学完了VueJS以后 我又看到TypeScript好像蛮红的 我就又去摸一些TypeScript 那再来呢 其实大家看到这边就是会发现说 我自己到这个时候都还是在碰Web 就是不管是PHP、VueJS或是Deno 它都是以网页开发为主的技术 就是有个蛮大转机点 就是让我去学C远行GoLang 那我打会这样 那我觉得要快速的上手一门新技术的话 就是最重要一点一定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学习动机 就是你今天不能看到有一项技术 你觉得大家都在用 或是你觉得好像蛮夯的 然后你就一股脑就投进去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哪一干什么 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实作的话 它一定都是搭配理论的 所以你在真正的投入到一项新技术的实作之前 你一定就是你会先去翻它的基础文件 或是你在开发像作业系统这种 也有学术理论支撑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先回头去补一些基础知识 那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一块非常专精的 以后你才能去做开发 就是你学到一个阶段 你觉得OK可以来试看看 那我就跳下去 我做一点 那做一做你会发现说 OK有些人写的call 就是一些前辈写的call看不懂 或是有一部分你不理解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你才会再回头又去看理论 看理论你才会又跳下去继续实战 我觉得一个好的学习路径应该要是这样子 那我自己也都是一直这样做 然后以我自己学习这一系统的经验来说的话 就是有刚刚提到就是一个动机嘛 然后基础理论跟实战 那我的动机化其实一开始是看到成功大学那个Jesup老师 他在开元人年会的演讲影片 他的演讲就是说他要在一个三十分钟的议程 还是一个小时议程里面去开发一个作业系统 然后看他写call我就觉得哇太酷了 就是真的太棒了 但其实我在看他影片之前我也在大学部有修过作业系统 但我没学好因为我觉得作业系统理论很无聊 我修完以后也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样子 那其实在看完影片以后呢 大家也知道其实你要开发一个作业系统的门槛 其实还蛮高的 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进步点的话 你也不知道到底该从何开始 然后这时候我又看到 应该蛮多人都会听过就是金门大学的陈宗臣老师 他就是很常写一些比较容易懂的技术文章 或者是分享一些他觉得有趣的开元专案 那我在逛Github的时候就看到陈宗臣老师他的新专案 就是一个基于Risk 5架构上的一个作业系统 那这个是他的这个专案网址 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他这个作业系统就是他的 程式码数量非常小 大概就是1000多行而已 然后他能做的 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他就只是你可以给他很多的task 然后他会按照你排程的方式 不断的去执行这些任务而已 就是其实做这个作业系统 他并不会像Windows或是MacOS或是Linux那样 他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事 或是让我们真的拿来在日常使用 没有他就只是让你去学习说 你要如何去操作硬体 然后你要怎么把你在作业系统课本上面看到的理论拿下来用 这样而已 那这个作业系统你可以在Windows 10上面安装模拟器来做开发 然后他跟一般作业系统蛮不一样的 一般作业系统你打开就是他就是一团的原始码 然后编译后你就可以安装在你的电脑里面做使用 那这个作业系统比较偏向是教学型的作业系统 所以他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来的就是每个都差不多 只是他逐步扩充 然后原始码专案会越来越大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就是他大概有分十张 每一个章节都会带一个新观念跟教你实作一样新的东西 然后你也不用怕说会看不懂 因为就是这个专业都有提供中文文件这样 那继续回到就是同一篇这边 那要开发就是我要投入这个mini RISC-V OS 之前我需要做什么准备 那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我先说RISC-V它就是一个指令机架构 比如说现在很夯的Apple M1 或是你iPhone上的比如说A13 A14处理器 或是Android上很常听到什么高通骁龙处理器 那些都是ON架构的 那ON是一间公司 他干他怎么赚钱 他干什么 他就是设计处理器IP 他卖给制造商 他卖给Apple 卖给三星 然后他卖给联发科之类的 他们买他的授权 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架构上去做处理器 那RISC-V它就是 一个开源的架构 就是你如果想做它这个架构处理器 你不用花钱 那国内我们也有科技公司在做 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是进行科技这样子 然后基础理论的话 就是读RISC-V它提供的规格数 规格数它就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说 这个就是一个RISC-V架构上 它有什么战存器 每个战存器干什么用 然后要如何去应付一些就是异常或是中断的出力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还去看了就是教大的开放式课程 我那时候还没有进教大的联续这样 就是在那个OCW网站上面重新学计算机读 是因为我大学时候也没学好 然后作业系统概论也是跑回去读 因为我大学时候也没学好 然后在踏入这个作业系统贡献之前 我是不太会写C-V的 什么叫不太会写C-V的 就是你如果要我写一些指标啊 或是比较复杂一点的C-V的 但是我是看不懂做不到 那所以我本来这期都是在写Jarscript 然后对C-V排斥到不知道觉得干什么鬼 太难了吧 然后实战的话就是那是就大概那几个月 我就是密集的贡献这几个专案 我就是大概你可以看到有28次的提交 然后总共大概加减了七八千行这样 那成果的话就是我将我贡献 这个作业系统专案的心得都会写成笔记 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先把这笔记 放到一些诚事学习社团分享 后来就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把它整理的更有系统化一点 然后我就创个粉专 然后定期做整理 后来又把它整理成就是一个Gilber上面的专案 就是你可以用从目录上看到全部的文章 那我也拿了这个成果去参加那个IT棒天赛 然后也有在去年拿到软体主加作 那我觉得其实软体主加作就有参加过 大概就知道说Modern Web跟软体主是非常竞争的 就基本上大概就是会有一两百个人参加 然后去抢那几个奖项而已 然后我有再拿这个主题去参加那个GDG 在Fest的演讲 然后最后是就是有这个成果的有一部分内容 是收录到金门大学资工系 以及成功大学资工系系统课程当中 就是会在课程里面提及的 那好现在就让我们也来学习作业系统开发吧 那在开始之前 因为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对电脑都很熟悉 那我们就先大概看一下 这个叫做就是GET的那个承接金字塔 那从上面到下面就是速度 越上面的越快 就越下面就会越来越慢 然后就是这横向的部分的话 就是它的储存空间大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暂存器 暂存器的那个速度是最快的 暂存器是内建在处理器里面 每个处理器里面都有一些暂存器 那它的容量也是最小的 那再来才是快取的部分 快取的话也一样是建立在 处理器里面 那快取的话可以来到几MB 那暂存器大概就是几个byte而已 对就非常的小 那它的空间就会稍微再大一点点 那这个memory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RAM 就是插在主机板上的那几条RAM 那目前主流应该就是比如说16GB 32GB 然后再来的话这个Flash disk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USB那种 就是可能可以做到100-200GB之类的 然后再来的话才是传统硬碟 或是就是这个是远端的储存空间 就是网路你透过网路来存的话 就是远端硬碟储存空间非常大 可是它的速度也不会有 你直接去存在本机的实体硬碟上要来的快 所以网路是最大也是最慢的 那我们这边来看就是这个图表 它是RX5架构下它提供的暂存器 那下面这个F多少的我们都可以不要看 因为今天就它不会用到 那从X0到一路到X31 这些都是通用暂存器 通用暂存器就是处理器在做运算的时候 它会用到的 那你用一个例子 用简单例子来讲 就是比如说你今天 以前国小在算乘出法的新算 比如说12,300次乘上678 你在算禁位的时候 你不是会用手指去比说下一位的禁位是多少吗 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手指当作是暂存器 它最快也存不了多少东西 那如果你今天暂存器不够存了 你会怎么做 你会拿计算子嘛 所以你可以把计算子当作是RAM 就是计算子也很快 然后它又大了一点这样子 那就是这些通用暂存器呢 我可以大概讲一下里面的用途 那这个X0暂存器呢 它就是代表着实体的零 比如说你这样比较零的话 你就是跟它比就好 它永远 它的值永远都是零 所以它也不能被跟动 那它就是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对照子 然后这个RAM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如果你接待你呼叫一个方选 那其实你呼叫方选你其实就是跳到别的地方去做事嘛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这个方选执行往后要回到哪了 那你就是要记录这个RAM 就是返回的位置 那这个StackPointer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每一个方选 你不是可以在方选里面宣告一些那个区域变数嘛 那这些区域变数都是会放到专属这个方选的一块记忆体空间 那这块记忆体空间它就是Stack 那处理器怎么知道说你现在这个方选 对应到的记忆体空间是哪一个呢 它就是会有一个StackPointer用来去制它 那Global跟Thread的这边我们不听 因为它比较没那么重要 那剩下的记忆就是它就是一些通用暂存器 你可以用来去存运算中要暂存的值这样子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C语言来开发作业系统呢 我们可以就是先想两个点 就是在C语言出现之前我们有组合语言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考虑到Unix的发展史 那我们先来看一些简单的组合语言 我今天要用JS去写一个加法 你可能就是你宣告了ABC三个变数 然后你再写C等于A加B 这样你的加法就做完了 那把它换成组合 用组合语言来写是怎么样 那组合语言的话 像它就是一条一条的指令 那处理器是看得懂这些组合语言的 它就是会从上往下一条一条的读进来 然后去对就是这些指令去做处理 那以这句话来说 这个LI它的意思就是读 L是load 然后I是integer 就是读进一个整数 所以这一句的话 就是它会把1这个整数读进去 插6这个暂存器 然后下一行这边也是LI 所以它也是读一个整数进来 它就是把它整数2读进去 插7暂存器 那这边呢 这个add就是加法 对就是加法 它就是会把插6跟插7加在一起 然后把结果放进插5 就是这个通常都是destination 然后就是这是指令 这是终点 这是起点 这样可以这样去看组合语言 那我们再看稍微难一点的翻译 你如果就是想要用组合语言 写一个话要入客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那这边的话就是LI 就是把0放到X5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I的起始值是0 然后X6就是放5进去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比较值 也就是这个5 那接下来呢 你在这个loop里面 它的每一步 你就是会把X5的值加1 再放回X5 就像是I等于I加1这样子 那这个BNE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BNE的意思就是 它比较它是不是不等于的 那如果它不等于它就会跳到loop 所以如果今天I还不等于5 它就会往上走 又往上跳又跳回来 又一直走一直走 直到说它哪一天终于不满足 就是X5不等于X6这个条件的时候 它才会离开 那这时候就跳出回去 那用组合语言来做 quire loop就这么困难 那你可以想想就是 第一代的UNIX作为系统 它其实是用组合语言来写的 那我们我这边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 UNIX的那个发展史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大概讲一下 那UNIX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师 它想要玩那个太空游戏 OK 它用一个叫做B元的程式 写的太空游戏 那因为以前的那种早期计算机 它那个耗电量非常大 所以它每次用这么大一台电脑 就玩它自干出来的太空游戏 都会花掉它75块美金的电费 然后不久后 它在那个实验室 就是也把这台电脑没收了 所以它就又找了一台没有人用的电脑 就是这台电脑 然后去开始用 这台电脑资源的组合语言 重新写一款太空旅行游戏 然后后来呢 它就是玩着玩着 就是玩上映的 它就想要写一款作业系统 就是让这个作业系统 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运作 所以它就找了一些人一起来写 写一写 它就发现说 OK我用组合语言来写 实在是太慢了 所以它开发了 C语言 那C语言就是 你可以写出一行一行的程式 经过编译期以后 它可以帮你转成组合语言 OK那我 这边我就大概讲到这边了 所以你可以把 所以你可以把 C语言当作是组合语言的终极进化版 就是 C语言的诞生也是为了要用来开发作业系统的 所以你才会很常在那种城市新手社长看说 我要学语言还是要学Python 然后底下有人大家都叫你说不要学语言去学Python 因为Python就简单 那作业系统是什么呢 那其实作业系统 它的概念很简单 它也是一套软体 那它是一套超级超级大的软体 它主要目的是要帮我们管理硬体资源 什么叫硬体资源 硬体资源就是包含 处理器 它的处理时间 或是键盘的输入 屏幕的输入 输出之类的 那它决定了哪一些程式 在哪些时刻可以被分配到处理资源 它的白话文来讲就是 它决定了哪个城市 在哪一个时刻能够被执行 然后它还负责了一些外部的讯号 那学习作业系统的好处呢 大概就是三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加强 对软体还有硬体的理解 你在开发作业系统的过程中 你就会变得还蛮懂 如何去写大型软体 跟这些硬体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那第二个就是学习记忆体管理 跟档案存取的方法 因为你如果今天开发一个 能存放档案的作业系统的话 你一定会需要让这个作业系统去支援一些 记忆体管理跟档案存取的方式 所以在开发的过程中 你其实也会对这些东西越来越上手 然后第三点就是有非常多的技术 都是以作业系统的观念去做参考的 不管是我们现在日常用的浏览器 或是一些程式语言本身 就是程式语言 或是一些前端框架 多多少少你去看它原始码 你会发现说 它有一部分的那种大概念 其实是参考的作业系统 那我这边 因为在座大家应该都是学JS的 然后很多应该都是非本科的人 那非本科的人应该都不会去碰C语言吧 那我这边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C语言跟JS的差异 那第一点其实就是大家多少都会听过 就是C语言是强行别 然后JS是弱行别 那什么叫弱行别 就是你在宣告变数的时候 你不用告诉你的执行环境说 这个变数会拿来存什么吗 你可以Let X等于3 也可以Let X等于Holo World 就是你的程式语言会自动帮你辨别 你这个变数的行别 这种就是弱行别语言 那C语言的话就有点不一样 它针对不同行别 C语言都会分配不同大小的GET空间 给这个变数 所以你在宣告变数的时候 你也要让试语言知道说这个变数是用来存整数 用来处文辅典数 用来存自串 你要清清楚楚的告诉他 不然你之后的操作都会碰到问题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记忆体管理 你如果是写JS的话 你完全不用管JS是怎么控管记忆体的 可是C语言要 因为有时候你在分配记忆体空间 你在上面塞了一堆东西 如果你在程式结束前 没有把这些记忆体空间还给作业系统的话 那这些记忆空间就会被遗留 就是记忆体泄漏 对 所以C语言没写好的话 其实是会搞坏电脑 然后第三点的话是同步与非同步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JS是一个非同步语言 什么叫非同步语言 比如说你今天用JX去抓那个Web API 那他其实并不会立刻的回应给你结果 而是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你的请求才会收到那个响应嘛 对不对 那其实这样就是一个非同步的语言 那C语言的话就是同步 他是一行一行来的 我这边一行一行来是考虑说 今天这个C语言程式 他只有一个执行序 OK 那什么样叫做执行序 跟多执行序的可能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如果你今天 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扳砖头的功能 然后你只有一个人 那你就是一个人的话 就代表一个执行序 那一个人要扳 把他扳进去的话要很久嘛 所以那 后来就是有些人就会想说 OK 那我要用多执行序下去做 多执行序的话 就会像是有三个扳砖头的功能 那他们都会来回的在这边 这边做这边做 那你可以发现说 除了有三个人在搬砖头以外 还有一个人 就是他可能在清点砖头的数量 然后有一个人在负责 把砖头往火坑里面堆之类的 那这就是多执行序的好处 就是你写得好的话 你的程式会非常的有效力 那写不好的话 你的执行序之前会比 竞争 比如说他们会彼此就是 抢的同块资源 那你的程式就会碰到问题 好 那作业系统是如何管理硬体资源的 也就是我刚刚说他如何决定 哪一个程式要在哪一刻被执行 你可以利用排程器 就是答案是排程器 我们可以用排程器去管理说 哪一个时刻什么东西会被分配到硬体资源 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国高中的那种课表 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是上英文课 然后下课再次上国文课 就是排程器会告诉你说接下来要做 那这边的话是最基本的R3程器 R3程器的概念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有五个 我现在有五个工作要做 那我就是一做完 我再做二 二做完我再做三 三做完我再做四 四做完我再做五 他就一个一个来 不会有哪个工作是比较优先的 那复杂一点的排程演算法的话 就是你会知道说有几个工作 他是比较紧急比较优先的 那你就会优先去做他 等到这些紧急的工作做完以后 你才会跳去处理优先度没那么高的工作 那其仪仁我们自己来做的事的话 也都是这样子 那什么是process呢 这边的process 你可以想象是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被作业系统分配到 硬体资源执行的那个程式 那在讨论到process的时候 你就会需要去了解thread 跟process本身 还有program 它们之间到底差在哪 那thread的话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处理器 现在都是多核心嘛 比如说四核心处理器 好就是以执行序来说 我刚刚有讲到就是 比如说多核心的处理器 四核心处理器为例好了 它就至少会有四个实体的执行序 就是四个硬体执行序 那如果你有看到说 像是以前的什么Intel Core i7 它是什么4C 8T 它就是有四个核心 可是它模拟出了八个执行序 那它就是有八个4T执行序 那以作业系统来说 作业系统有分 kernal space跟user space 我们平常任何执行的程式 像Excel 浏览器这些都是user space的程式 我们并不会去管 作业系统核心 帮我们做了什么 那作业系统核心的话 它这边是会有核心的 核心部分的执行序的 那我们你可以看到这张 有点奇怪的图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是三个 kernal thread的对应到 很多个user thread的 那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它就有点像是你从user的层面来说 它作业系统可能提供了四个执行序 那这四个执行序都可以去分开 做他们各自的事 什么叫各自的事 这些各自的事可能是 我可以去执行计算机 我可以执行小挂架 我可以执行浏览器 我可以执行VS Code之类的 每个执行序都可以去专注的 做一样事情 那它这个对应的意思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餐厅的前厂跟后厂 然后你可以把上面 上面这一层的就是前厂 那前厂这边会跟user 就是问说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样服务 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事 然后他就记下来 然后回到就是kernal 就回到餐厅的后厂这边 他会跟厨师说 你要帮我做什么 你要帮我做什么 所以真正在工作的都是这些 kernal thread 那user这些thread的 其实它只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就是我也可以有100个user thread 但我真正在处理的时候 也就只有就是比如说三个kernal thread 这样大家有办法理解吗 那这些kernal thread的可能就是 你处理机上的那些真实的 实体的执行序 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 那我为什么我明明只有四个核心 我可以模拟出100个就是user space的执行序呢 那其实答案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执行序他都很忙 他要再来回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做切换 比如说我这边 我这个虚拟的这边 这边来的工作 我做一点做一点 然后我立刻又跳到这边做一点做一点 我再跳到这边做一点做一点 他就这样一直切换一直切换 所以你在 你都不要看到作业系统内部的时候 你在外部就会觉得说 哇靠 就是这个餐厅有100个功能这样子 对 那他的那个概念大概是这样 然后 process的话 它的重点大概就是 每个process它都会有一些比较基本东西 就是状态 这边的话就是process的状态图 那你可以看到说 那主要就是有刚被建立的process 还有process可以ready 那它ready的时候 就代表说它可以被作业系统进行排成 就是这个工作是可以放在那个课表里面 让作业系统来分配说 你什么时候会被执行到 那running的话就是被分配到 你正在执行的时候 就是它那这个process的状态 就会是装你 那如果说你今天 比如说你按了Ctrl C 或是你按XX 把某一个程式关掉 对那个process来说 就是它就进入了就是终止阶段 然后一个process 也都会有独立的记忆体空间 这个 反正这其实就是一个stack 那每个process都会有 各自有一个stack 然后我看一下hackend好了没 哦好了好了 好那回到这边 就是每一个process都至少会有 就是我刚刚讲到stack 也就是它自己的记忆体空间 然后每一个process都会有优先级 比如说排成器会知道说哪一个 哪几个任务是优先度比较高 所以process priority越高的process 它就会越长被分配到 那个处理器资源 就是它会越长的被执行 然后暂存器集合 这边的意思有点像是 比如说你今天在做议题除法的心酸 然后你算一算的时候 你手指头不是摆了各种的E吗 然后这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发什么神经 又跳跳立刻跳去另外一题 但是你原本这题还没写完 那你就要把这些手指头哪些举着 哪些是观者的就是状态记录到纸上面 然后你就跳去算其他题 等其他题算完以后 你再回头上面看白纸说 我刚拿几只手指头是举着的 这样你就会知道说哪些位的近位是多少 它的意思有点像是这样 就是那些暂存器都是被放在处理器当中 那它在执行的时候 这些暂存器都会有一些纸 那如果你今天跳去其他任务做处理之前 你一定要把这些纸存到其他地方来 等到你哪天又回来继续处理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暂存器的值回到你当初离开的时候的状态 这样你在处理这个程式的时候才不会遇到问题 那这样的概念就你也可以把它想象征 比如说暂存器0 它存放的是FunctionAdd的X变数 那如果你今天没有把它回复过来的话 那这个X变数可能会从5变成190万之类的 就是这么夸张 所以这一部分是就是你在设计作业系统 设计Process的时候需要特别去注意 那这边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实体的执行序可以对应到那个Kernel的执行序 Kernel执行序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餐厅后厂 那餐厅后厂这边又对应到就是User User Space的执行序 那User Space的执行序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餐厅前厂 那Process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客人 那这些客人他要的餐点是什么 他要的餐点就是处理器的执行事件 就我想要被处理 然后这边就是补充一下说这个Hot代表是Steam的执行序 好 那接下来的话要讲的是Program 什么叫做Program呢 Program是可执行的档案 那像每个人的电脑都会有很多可执行的档案 比如说像Tins Tins他在被开启之前 他放在桌面上 那他就是一个Program 因为他可以被执行 可是他没有被执行 那如果我今天按下他 对不对 那作业系统会就是收到请求说 OK他要被载入 他要被初始化 你看到初始化的时候就代表说 他被分配到的那个处理器的资源 所以他正在被执行 那这时候运作中的这个Tins 他就是Process 这样有懂吗 就是执行的时候他是Process Bunds的时候没有执行的时候 他是Program OK那我现在就把它关掉 好 那其实你也可以从就是Terminal这边看到 就是系统的一些Process 比如说你可以打PS-A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现在有哪一些 Process在执行 好 那你可能会有疑问说 我作业系统到底是 如何在就是那么多个任务之间来回的做切换 我这边只考虑说 我现在只有一个执行序 就是我一个执行序 我要怎么样去处理很多个任务 那其实做法就是很简单 就是你要来回在多个任务之间做切换 我这边做一点 那边做一点 那边做一点 然后我用非常非常短时间去做切换 比如说我0.0001秒切换一次 那对作业系统使用者而言 他就不会感觉到说 你有这样来回切换 对他来说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有在被处理 然后再第二点就是说你知道说每个Process都有自己的Stack 以及就是Registered Set 那这边答案就是Contact Switch Contact Switch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现在处理器的暂存器状态都放到记忆体里面 然后你就跳到下一个任务去做处理 然后等到你处理完回来以后 你再把记忆体上面记录的那些暂存器状态拿回来 这个就是Contact Switch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你知道说作业系统是如何来回的去做切换的 那你可能还会有疑问说 OK那我们的作业系统到底是如何去处理像是键盘的讯号 或是它如何输出画面到显卡 或是它如何读取硬碟的资料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想成是 如果我今天我是除气我在执行一样东西 那外部有讯号打进来了 会有一个人来打断我说 这边有一个东西你要来看一下 然后这时候我就过去看说 OK我就看到说键盘发了一个A过来 我就把这个A拿过来 然后把它放到荧幕上 对那这个有人来打断你这个动作就叫做中断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Risk-5这个处理器架构 它是如何去处理中断 那我们刚刚就是其实有这个是我在GDG DevFest的演讲后一件 那我就再拿来用一次 那这个Risk-5的那个历史就刚刚提到说 它是波克莱巴奇 然后它是开源硬体 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做设计Risk-5架构的注意器 你不用付钱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每个指令级的这个形式 但我想说可能对它来说会太多太困难 所以我就先不要讲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又跳回去 刚刚那些通用单纯器的图 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你可能仔细一点看到会发现说 这边有一个saber 然后saber有可能是没有 或是cola或是coli 那它的cola cola save跟coli save意思是什么的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说 比如说今天有个function A function A在执行的时候 它会跳到 它会呼叫function B 那你在处理器在执行function B之前呢 你必须要先把function A的位置记下来 为什么呢 不然你哪天function B执行完 你return了 你不知道你要return到哪 那这个RA就是用来存返回位置的嘛 所以它是由cola去做储存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就叫做cola save 因为它是function A先把要返回的地址 存到记忆体里面 它才会跳去function B 那coli save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stack pointer 比如说我今天跳到了function B以后 我现在的stack pointer 是指向function A的记忆体位置 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改成指向到 function B的记忆体位置 所以它会在function B处理的时候 才去做储存stack pointer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就是cola save 就最简单的话就是这样讲 然后再的话是Risk5的呼叫惯例 什么叫做呼叫惯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用组合语言来写一个function的话 像是这边的话 你可以看出就是 这些都是韩式的参数嘛 这个是parameter1 parameter2 那你如果用组合语言来写的话 就是你其战存 参数 第一个参数都会被放到A0战存器 这是定一定会这样 然后第二个参数一定会被放到A1战存器 所以如果你今天进到用组合语言写的韩式的时候 你要拿到参数 你就是去读A0战存器的内容 跟A1战存器的内容 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用组合语言去写一个 会return value的function的话 你就是在执行的最后 然后你把你的结果再放回去A0战存器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呼叫你的那个韩式 他就可以透过读A0战存器这个动作去拿到return value 就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讲法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战存器 那这些特殊的战存器就是可以用来记录 进入中段的一些状态 就是处理器会透过看这些战存器的内容来知道说 OK到底这个中段是属于哪种类型 然后我知道是哪种类型的 以后我才要知道说作业系统有指派说 遇到这个中段遇到这个case的时候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处理 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是会介绍 每一个就是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它的作用 像是ntvac这个东西就是当你进入中段的时候 那你的CPU会直接跳到那个这个战存器 它指向的记忆体位置继续执行 就是ntvac会告诉你的处理器说 你现在要立刻跳到哪个点去做处理 然后这个mcos的话它是记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中段 然后ntvac就是会有更进一步的讯息 然后这个nepc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今天是在处理公文 然后我突然被打断了 我跑过去看 那这个nepc它就是会记录那个处理公文的那个 那个记忆体位置 这样子的话等到我去处理完中段 叫我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这个nepc上面写什么 我就直接在跳回来做字 然后这个nstatus的话就有点像是 它可以透过比如说我去控制nstatus里面的某些值 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处理器要开关哪些功能 然后nie的话就是可以去控制说 我处理器要不要接受中段 就是别人来打断我的时候我要不要理它这样子 好那这边的话是就是中段整个处理由成 那刚刚有讲到说ntvac就是会存放 告诉你说我今天遇到的中段 我要跳到哪边去做执行 那这个跳到哪个地方去做执行的动作 就有点像是跳入一个中段的陷阱 所以它的这个动作叫做trap 那你跳进来以后呢 就是硬体它会记录中段发生 所以它会把原因写到ncode上面 然后nepc的话刚刚有讲过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处理某份文件 那如果我今天被打断了 我要回来我一定是要接着做 所以接着做的话就是 它会记录处理器本来要执行的下一条 就是下一个动作 就是我本来要翻页 我在翻公文之前我就被打断 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当然要继续翻公文 它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这边nepc的话就是记录造成 异常或中段发生的记忆体位置 就是它是因为比如说可能是哪一条指令 造成的问题 那它会记录到这个nepc这个暂存器 然后最后最后的话就是你会更新nstatus 来看说你要不要开启中段 就是我等一下处理完这个中段以后 我要不要继续受理 我要不要继续让 以后还有可能会来打断我这样 然后在这些都做完以后 我才会跳出这个中段的处理 好那今天就是探讨目标的话 大概就是会看时间中段跟外部中段 这两种时间中段在那个mini RISC 5 OS里面 是用来做任务切换 那外部中段的话 它是用来处理键盘输入的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函式 它是C元的函式 那这个OS start就代表说 作业系统开机的时候会呼叫的函式 那它里面会做工作 大概就是一堆东西的初始化动作 以这个UART initialize的话 它的意思就是说UART是用来 传输资料到中段机的一个protocol 那我会先初始化这东西 这样的话我等一下才可以把 讯息输出到中段机上面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put你可以把它当成是print 或是console.log 就是我会在中段机上面 印OS start 那这时候就使用者看到 就会知道说作业系统开始执行 然后这个user initialize的话 它意思就是我可能有定义了一些task了 就是我有很多个任务 要让作业系统拿开机碗可以开始做 那这边就会在这个方式里面做 那traffic initial的话 就是我刚刚有跟你们说 就是进入中段以后 你不是会跳到一个地方 去处理中段吗 那这个traffic initial 就是在做这些工作 那plic initial 就是risk 5有一个专门的硬体 是用来处理外部中段的 那这边的话就是来初始化这个硬体设定 那timer initial的话就是用来初始化 时间中段要怎么样的被处理 那刚刚有讲到说时间中段在这个作业系统里面是用来做任务切换 那就是你要怎么知道说就是我触发时间中段 其实很简单 risk 5它有定义两组的暂存器 一个叫做m-time 一个叫做m-time cmp 这边的cmp就是compare 比较的意思 所以如果今天m-time会有个预设值 然后m-time compare也会有个预设值 那m-time会随着时间一直往上增加 抱歉我讲错 应该是说 对对对 就是哪一天这个m-time加到大于这个m-time compare的时候呢 那处理器就会产生出一个时间中段 那用途的话其实也不用待会介绍 我刚刚就有跟大家说 就是它是用来做任务切换的这样子 然后再的话是外部中段 那其实这边对第一次看c源的人来说可能会有点困难 那我白话问的去讲一下 就是外部中段会有很多种 就像是你有可能是键盘来的资讯 或者是你有可能是硬碟来的资讯 那这种不同的来源都 它都各自有他们的IRQ 像是硬碟来的 它可能就是VirtIO IRQ 然后键盘来的 它可能是UART IRQ 那不同的IRQ都会有它的优先级 就是我今天同时收到两个中段的时候 我要优先处理哪一个 那是需要作业系统在初始化的时候 就先做好设定的 那这个Trap Handler呢 就有点像是 刚不是有讲到Trap这个动作吗 你跳到了某一个地方去处理中段 那这个就是Trap Handler 那这边的话是用组合语言写的 Trap Vector 那因为我觉得 对大家来说可能会太困难 所以我这边先不讲 那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 我先跳到了这个Trap Handler 我会透过刚刚的那些什么 暂存器来看说 它是属于哪一个中段 那如果它今天是属于 时间中段的话 我就再把这个中段 交给这个Trap Handler去做处理 那在这个Trap Handler里面 它就会去做一些Contact Switch 就是把当前任务的内容 该存的存一存 赶快再跳到下一个任务去 那这个外部中段的话 就是比如说它是键盘 键盘发过来的中段好了 那它就会去看一些收发的暂存器 说看说键盘到底发什么讯息过来 那我就拿了这个信息 立刻把它输出到荧幕上去 这样子的做法就有点像是 这样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你今天打开中段机 那你按X的时候 它是不是这边也会出现一个X 那当你按下X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外部中段产生 然后给作业系统 然后这时候处理器就会停下 它原本在处理的任务 然后跑去看就是处理这个中段 然后看到说键盘那边发了一个X过来 然后它拿到这个X以后 然后就把它印到荧幕上 所以你才会有按下X 就会有X冒出来的错觉 但其实在这个短短的 这个也算是什么 就是短短的时刻里面 其实你的作业系统 已经帮你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发现同学这边有蛮多问题的 看一下 虽然会读取一些共存memory 你白话文的来讲的话 就是比如说今天有个白板 我今天在教室我有个白板 那白板上面有很多的政治符号 那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想要去插写 那些政治符号会怎么样 就是你可能会导致它的结果错乱 比如说我喊加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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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都没有轮流的上去查 我们一起在那边乱涂 那涂一涂的结果 就有可能造成白板上 最后的记录会是错 那这样 那那个共存memory 就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白板 那我跟另外一个人 就是两个thread 那singlethread的contact switch 比较持CPU 还是multiplethread的定发 比较持CPU 你这边可以再举一个比较比较实际的case 给我知道嘛 就是这样的话我一点看不太懂 然后如果是contact switch有两个promise 那我怎么样 想就OK William有回到就是mutex lock 那mutex lock的话 我回到刚刚那个白板题的案例的话 就有点像是我现在就有一个锁 我一定要拿到这个锁的时候 我才可以上讲台图白板 然后等到我修改完我的白板以后 我回来以后我就还这个锁 那另外一个人拿到那个锁 他又可以再上去 图完白板以后 再把这个锁还回来 再下台 这个锁就是mutex lock OK 那我们刚刚就是讲到trap handler 就是会根据像是时间中断 还有外部中断去做不同的工作分配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 不要讲好了 因为太多那个GP跟散存器的操作 我怕就是如果没有碰过 C员跟组合员的话 就是大家会击笑这样 对 那之前就是在这个议程 就是发布的时候 这个作业系统是没有share的 就是它没有terminal 所以你在执行作业系统的时候 你只会看到你的画面一直印说 Task1正在执行 Task2正在执行 Task3正在执行 那这样还蛮无聊的 因为你使用者没办法跟作业系统互动 那在后来的就是minirix by voice 我是有帮他做一个show的 就是你可以下一些简单指令 跟他互动 那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天赛文章 这样子 好 那对 那今天的这个就是 介绍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没办法在90分钟内就讲太多 因为作业系统就是会涉及很多硬体跟软体之间的问题 那如果我一次塞给你们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就是精神错乱这样子 那我可以先回答 对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 OK你们想要这两个简报连接 OK这个我打我打可以给你们 我可以给那个Zoey然后再让Zoey就是发给大家 对 然后请问有新手推荐的 有想过读CSAPP 我觉得CSAPP我看过几个账截 我觉得还不错 那新手推荐的话 主要是看出你想要学哪一块 就是你是想要学系统程式吗 你想要学这个开发嘛 是吗 然后驱动程式也是属于作业系统一部分吗 是就是它会放在作业系统的某个地方 假如说你今天跳进中段 你发现说 诶这个是某一个硬体元件发过来的 那你可以也复杂一点 作业系统你可以再把这个东西交给驱动程式去做cover 因为只有驱动程式知道说这个硬体送上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由它去做解读 请问看计算机组织有帮助吗 如果你没有要开发作业系统 就是如果你是要写前端的话 我觉得学计算机组织没什么帮助 对 但如果你想要碰硬体一点 或是你backend你想要碰很深很深 就是考虑到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那种concurrency 或是多子情绪的问题 然后你看看你就会发现说 是就是我是有必要跑回去补一点计算机组织的知识 那发现今天讲的内容完全听不懂话 请问要怎么开始呢 其实就是 我觉得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因为主要是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当初的目标是我想要开发一套 就我想要投入一套作业系统专案的开发 所以我才去恶补了这些东西 不然我本应也听不太懂 但如果你也想学的话 我可以把我写的这个 就是 其实它在IT方面就叫做维之干作业系统情侣 我觉得讲的 还蛮清楚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我就是从 回头去从指定机架构开始讲 然后再讲一些什么二进制啊 补述啊 后来就讲说 CPU快据怎么做啊 然后就一步一步 顺便带一些就是计算机柱子的概念 那这边的话如果你还看不懂 我觉得你可以用Google 比如说你看到哪个名词看不懂 你就跑去Google Google懂了你就立刻把 你现在看懂的这些感觉 写到笔记上面 那久而久之你可能也会累积一份 就是像这么多的笔记这样子 先从C++再去看会不会比较好上 我觉得C++比C难多了 因为C++ 就是很多人会说我会去C++ 可是我觉得怎么讲啊 就是你稍微知道C++ 有多少功能以后 我觉得通常都不太会敢讲说 自己很懂C++ 就简单一点像STL 就可以学很多了嘛 然后再更复杂就是 像是语言指标很多人就头很痛的 那你更不要讲说 C++他有什么smart point之类的 就是对 我不建议从C++开始 因为他已经不是增强版的C元了 我觉得C++现在根本就是 跟C元是不同的程式员 只是他们有些语法是共同的 这样而已 对 我不建议从C++开始去 不管什么语言钱多就好 有些人是金钱导向 那就可以这样做 没错就是钱多就好 但我觉得就是你碰过几个语言后 你要再去碰其他的其实蛮快的 C和C++最穷嘛 那其实也不一定嘛 因为你看像现在 什么联发科群联弄 真才就是80k 90k起跳的 那个也是不错 那他们的考题 肯定都是考C语言 Rust在台湾如何 Rust我没有碰 但我觉得目前看到是比较少啦 但最近是不是好像是有说 Linux会有一部分会改用Rust来切 我觉得体验一样新东西 体验新技术化去碰Rust 应该是不错的 C4写作业系统C++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想用C++去写作业系统 也是可以 我会讲说C4写作业系统 是因为那一个时空背景 它那个C语言被发明 是因为要用来写作业系统 所以那个时候用C语言写作业系统是合理的 那你现在回头看 你要用 刚刚就是有人提到Rust 或是你用GoLin 或是你用C++ 你要去开发作业系统都是OK的 甚至是你用多个语言去混合开发也是OK的 比如说你比较简单逻辑可以开始做 跟硬体沟通的逻辑 你给C语言C++Go 那些程式语言做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对 就看你怎么样去组合啦 C跟C++连最基础的东西都看得头很痛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一般人都没有切入点 就是你没有动机嘛 那你没有动机单纯去看那些语法书 其实真的蛮痛苦的 因为你不会想说要拿这些语法做什么用 我那时候就是一边读原始码 看不懂语法我就上网查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你会知道说这些东西在真实的Case上面 是被用来做什么 Pointer头很大 Pointer头很大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刷一些 那个Zcode上面跟Linlist有关的题目 因为就是Linlist的题目 有各种变形嘛 那上面就各种可以操作Pointer 公司的老人说要追求极致效率 去懂C跟C++ web领域 对啊对啊 就是web领域 我觉得台湾的话应该 应该是Java 就我听业界朋友讲都是Java比较多 那极致效率的话这边也不一定啦 毕竟就很多人写C跟C++也没有碰多子连续吧 那他们也没有做到什么极致效率啊 那更不要讲说现在很多程式员都有办法自己去管理记忆体 所以你真的要说谁快谁慢那也不好说 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是有上过JSERV的歌吗 我因为我都没念过程达 我那时候申请研究所其实我最想念程达 但我程达没上就上交代 但我有听JSERV的那个 诶 司议员的讲座跟Linux讲座我都有跳着看 就是我想知道某一个单元的时候 我就会去看他的影片 然后其实我在写那个 微自干的作业系统情侣的时候 有被JSERV老师看到 所以他有疯狂的那个发音没有过来说 你哪边写的不够好 哪边用词不够精准应该要怎样怎样这样 他就有发做就蛮多的修正这样 对啊我觉得收到JSERV的信还蛮惊喜的 我为什么想自己去开发作业系统 因为我觉得很潮 对我也没想看嘛我就觉得很酷 对就是爽 没错 而且履历表上面可以放个 作业系统一下不错 这些对后端的用处大吗 我现在我忘记刚刚讲就是我现在的研究领域 主要都是我们实验室领域是在做5G核心网路的 5G核心网路的规模 就大概跟作业系统差不多大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你目前所有手机中端的后端程式 你说大吗我觉得还蛮大的 因为那核心网路会有那个Data plan Data plan就是传你那些资料风包 那考虑那种资料风包的速度化 其实有些东西就你不会在user space上面做 就是会跑到kernel space 那你如果有去学一些对系统概念 你再看那些原子是吧 会比较轻松 就是有些概念你不用再跑回去耳补 就是你本来就知道了 现在主流的真面 不是都是C原的后代吗 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比如说 毕竟有些编译器是用C原写的 对啊他们都是从一个 那你也可以说就是所有城市都是组合语言的后代 这样也说通常都行 请问作业系统开发很支援算法 如果你知道写那种像我这样写这样 就是比较没什么用处啊 就是好玩的作业系统 你是不用很多演算法的 但如果你今天要写那种像Linux那种很厉害的 作业系统的话是需要很支援算法的 没有错 我刚才说的这些职位的关键字 你是说什么群联联巴科吗 就是任体工程师之类的吧 我有认识朋友本来是在金融业写前后端 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就跳去群联去做任体工程师 对吧 想问参与浏览器开发也是类似的吗 应该是类似吧 就是我记得也是在教大家念书那个维中指大大吧 他不是有一年的天赛就是教大家去开发一款浏览器吗 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看 那浏览器就是需要去支援JavaScript 那JavaScript就会有什么Event Looper那种概念吗 那你其实里面也是会需要去实作一些比较复杂演算法跟排程 维中指华是他的那个铁人塞文章吧 哇 我查一下 我忘记 我忘记 哦 乌铁人塞文章、滄瓶 乌铁人塞文章 看不到 哦 接觸 開發東西 對 嗯 感覺你如果要去 開發那麼大型的 專的話肯定是要懂的啊 就是你的CS的背景一定是要很強的 不然我覺得你去看那個 那個Viva的手指扣 你光是試一下它不夠手你應該 頭就快炸裂了吧 哇 我覺得多多少少一定是都會問得沒錯 不可以 我會 而 Formula 我會 那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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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有推薦學籍資源嗎 我那時候去學PHP 其實都是寫那種很垃圾的程式碼 就是那種義大利面扣 後來是一部一部學的 那有推薦學籍資源嗎 我這邊好像沒有特別知道 所以我知道朋友可以 發上來大家交流一下 從哪裡學到 就是上網查 就是看那種YouTube的影片 然後後來寫一寫 寫到一半發現說我竟然看到PHP5 就是我竟然一開始是用PHP5去寫 那個簡單的那種購物網站 所以寫一寫後來發現說原來 就是我學的東西已經被那個私袋淘汰 沒考慮過Python的原因嗎 是因為沒動機嗎 對啊 就是感覺比較沒有那個機會去碰到 但最近也有碰一點 對 可是我也不敢說我會寫Python 我覺得這次老師的入學側研都非常難 對啊 我自己看也都是覺得 哇這到底是什麼貴東西啊 所以當時寫的時候有搭配寫一個購物車的目標嗎 有 有就是有寫到購物車 但我後來回去看那些程式馬根就 慘不忍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那樣寫會動 就是對 他莫名其妙地就動起來 JSERF JSERF是那個陳大志工系的一個 教授的 那叫什麼 綽號嗎 他是黃靖群老師 對 然後他之前是 有一段時間是 Linux kernel跟Android 那個專案的開發貢獻者這樣 然後他就是每年都會在陳大開一些很硬的課 就硬到一門第三門的那種課 對 建議什麼樣能入門嗎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IOT 你可以去玩Arduino 對啊 就是順便學C語言 然後複雜一點的 你可以等Arduino碰完以後 你再買那種簡單的單親影片來插一插去 自己寫程式燒進去 一開始就是Arduino那麼多套件 你就用Arduino就好了 那些相對應的驅動程式也都有人幫你寫好 這個東西我看好像陳重陳老師也分享過吧 就是 設計一個 比較簡單的處理器嗎 那時候我看到老師分享 我希望未來有空之後還有機會寫那種比如說 那種什麼Risk5處理器的模擬器 希望我有時間來寫這種東西 就是建議研究所也還蠻忙的 都在弄這些事情 就少了 就根本沒時間再去碰起來記住 說明 Principle 個案 还有人有问题吗 蠻好硬混的 我有很多课就这样混过去 然后后来还要自己花时间回去补 还蛮蠢的 我那时候又做到一半 后来想说不惜我在教导修太多课了 所以我后来没有把标单体教出去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修 教导修有几门课还蛮硬的 一个是网路程式设计蛮硬的 就是从C元开始 然后就写一些什么 Prosy Server 就是写一些那种 backend的东西 然后也有那种作业系统师做的课程 Ratuno先用这些写吗 Ratuno能用这些写吗 我不知道耶 能吗不行吗 是不是不行啊 应该只能用C写吧 刚刚说的都有线上吗 你是指JSERV老师的东西吗 他的课都有录影 就全部都有 交大的 交大的作业系统设计的话 我可能要找一下 我记得这个是找得到的 然后网路程式设计的话没有 就是可是作业 作业其实 作业其实都找得到啦 所以我还蛮有名的 应该打 然后再打一个 PTT 所以会有心得 然后跟你讲说 这些课做什么 然后Github也有很多 修过学生去帮他们写的作业 就可以去看一下 觉得还蛮硬的 老实统设计 谢谢 不好意思 Ai 你如果沒有要碰到硬體 就是你沒有要寫作業系統 即你寫作業系統 業者會碰很少很少的組合語言 比如說開機的時候 你要跳到那個 就是你要先做一些前置作業 再跳到自己語言寫的方向 之前你會用組合語言寫 或是Contact Switch你會用組合語言寫 一些比較特定的場景 外你都不太會需要去使用組合語言 所以如果你沒有那個需求可以不學 Webduno可以用這次操作 Webduno好像大學的時候也有去參加他們 那個開的那種一日影 還蠻好玩的 但我覺得還是學Arduino好一點 Webduno有點像Scritch 現在 覺得SingleThreader 預言用在 較大的軟體 應該是說他會遇到 衝就會遇到瓶頸吧 就是到了一個程度之後就會上不去 就是因為之前寫像網路程式設計 就有幾個作業就是 有分他會叫你先用SingleThread去寫 如何去服務多個人的要求 那寫寫以後就是他會再 叫你用MatiThread去寫 然後你就可以看說那不同的寫法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對啊 那SingleThreads就終究會遇到瓶頸 不然你看像GoLand 它就不會有GoRoutine的出現 GoRoutine就是讓每個Routine 就是每個Thread都去負責不同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效率當然是比較好的 只是你考慮到多子情緒的話 你就可能會有就是像剛剛講的Risk Condition的問題 Contact Switch太多了 我覺得不是 就是Single Thread 就是你還是沒有把系統資源吃滿 我覺得是這樣講 對啊 就是你單止情緒的話 你終界也是沒有把那個系統資源吃好吃滿 那多子情緒的話就是要考慮就是一些資源的Lock 的時機 就沒寫好的話 就可能會有Deathlock之類的狀況發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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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